菲律宾总统杜特帝表示 台海之间只要发生简单的误判 就可能引发战争 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对抗中国 只要他们还是菲律宾的总统 如果发生战事的话 菲律宾会保持中立 杜特帝23号在苏武省的爱布恩空军基地 在指挥官会议上也表示了 提到南海议题 由于菲律宾还没有准备好对抗中国 因此必须以极佳的外交手腕来斡旋 不过在其他议题上 他表示他们没有任何的理由 起而以武力对抗中国 那将是一件最愚蠢的事情 菲律宾将会保持中立 随他们去